現在本土疫情持續 為了讓兒童及早獲得保護力 指揮中心從今天起 是在六都設置了七個 五到十一歲的兒童疫苗接種站 而端午連假也不會休息 主要提供輝瑞BNT疫苗 臺北的自由廣場一早開打 就湧入了不少家長 帶孩子來打疫苗 一針打下去 小朋友痛得哇哇大哭 不過可以獲得保護力 避免感染新冠病毒 有不少家長 因為擔心本土疫情 特地帶家中孩童來打疫苗 因為他現在幼稚園 本來有預約 可是可能造冊還要一點時間 然後昨天看到這個快打站 就趕快來 因為我原本是有預約臺大醫院 但是我覺得那裡還要 就是很麻煩 這邊就比較方便 也有小朋友因為學校停課 無法及時在校園接種 改由阿公陪童來打疫苗 我很開心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不會得新冠肺炎 因為我知道不會痛 因為我以前打 我感冒疫苗 圈臺七個五到十一歲兒童 疫苗大型接種站 六月一號起開打 端午連假也不休息 主要提供輝瑞 BNT疫苗 平均每站提供兩千 到三千劑名額 除了可以上網預約 也可以隨盜隨打 台北自由廣場接種站 一號上午八點半開打 短短一個多小時 就有兩百名兒童完成接種 醫師提醒家長 回家後要留意孩子 施打後疫苗副作用 花燒三十八度以上 超過四十八小時後 或者病人 這個兒童 有比較喘促 隨時來到醫院 醫師來跟你做一些診斷 疫情指揮中心表示 除了台北自由廣場 新北板橋車站 桃園巨蛋體育館 桃園陸軍專科學校 台中自然科學博物館 台南勢力圖書總館 及高雄展覽館 都可以提供家長選擇 但如果孩子曾經染疫 就必須在確診康復三個月後 才能接種疫苗 記者大水平 莊志成 台北報導